除了羽球雅錦賽 台北市也將要主辦2017年的世界大學運動會 而今年的世大運則是在俄羅斯的客山來舉行 對大學生的運動會除了運動員當然是大學生之外 就連記者也是大學生 而且名額只有10個人 而我們台灣就有一位非常優秀的女學生 她錄取了她是來自政大的馬傑瑤 一個運動賽會 場邊總有許多體育記者采訪記錄選手拼戰的過程 今年2013世大運將在俄羅斯客山舉行 大會從世界各地徵選了10位學生體育記者 其中一位就來自台灣 政治大學的學生馬傑瑤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專題總SSU的特派員小馬 我是政治大學碩一的學生 如此衷心的名字 小馬馬傑瑤卻是一位高挑美麗的女孩 立志當一位記者的她 先是加入了大專題總SSU 培養新聞能力 再用她出色的外語能力 爭取到這一次克山世大運的工作機會 剛看到的時候覺得應該不太可能吧 因為她是全球各州只選兩名 一男一女 然後亞洲女生只有一個名 我想說我有那麼厲害嗎 因為她年齡限制到25歲 然後我就是今年已經24歲 我想說這次不是 我可能之後也沒有在這個機會 主動學習更主動爭取機會的小馬 打敗了許多競爭者 成為亞洲區唯一一位女性入選代表 除了採訪 她還希望學習到更多東西 用她的實力證明自己的專業 U電TV 張淑君 張宇齊 台北報導